小杨哥直播间迎来史上最不懂事的品牌方 大小杨哥频频暗示 品牌方就是不为所动 大哥今天是蓝色要激 你为什么呢 我们上次卖这个睡衣是不是摩托也穿这个 对呀 摩托你请摩托 你要摩托得穿什么衣服呀 穿这个衣服还是不穿你心里不清楚嘛 对不对 你请摩托来摩托要不要穿一下你的睡衣 试一下给小伙们看 懂吗 你说你说的是 那是穿还是不穿 我没错啊 我没让他穿啊 我也没让脖子不穿我也没让他穿 对我们听品牌方的啊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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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 嗯 换还是不换 兄弟俩看品牌方如此不懂事 心里愈发急躁 换了他上个到底换还是不换 你不换 不换换换换你 我又知道吗 现在去 去的懂了吗 知道知道知道 现在拿过去 拿过去 那是换还是不换的 我把他带给我干啥 做出换换 你给我装嘛 这样麻不卖的啊 我说你拿着这个衣服带他去房间 换还是不换 你说换换换 换 看着小杨哥在崩溃边缘 大杨哥最终站了出来 换 听懂没 大家说的 他说的换 换了换了 换了换了 你说换的啊 我带我说换 我没说啊 这个关系说 其他我不想说话啊 我不是说想看 我也不是说想想想想没你换 你自然你竟然挺了这个品牌